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提江进行重组的中国篮写 据网上传出来一条消息 就是姚明依然会担任下一届中国篮写的主席 那么六位副主席分别是王芳、松月、龚小斌、王志志、朱芳宇 这些目前正年复力强的一些篮球骨干 那么王芳呢,王芳是张正林的母亲 之前一直是在辽宁省搞体育 那么王芳已经早就加入到中国篮写下属的国家队发展委员会 那么主要负责国家队女篮方面选人的一个工作 那么这一次篮写重组呢 王芳据网上的消息说 依然是专管女篮 女篮是目前中国篮球的代表队伍 他们将在出征9月份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世界杯 这一个世界杯对于女篮说非常的重要 目标就是打进私墙 对于王芳的压力也是非常大 但是王芳作为前女篮国手 对于执掌女篮 对于掌管女篮 这一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么第二呢 就是王志志掌管三人篮球 王志志呢 其实是以内线脚步助身的 他的职业生涯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那么在退役之后呢 其实他的执教经历也并没有那么出彩 主要是因为他性格的问题 那么这次呢 担任三人篮球的一个分管领导 其实对于三人篮球以后的发展 非常有好处 毕竟呢 王志志 可能他的特点 是更加适合搞三人篮球 那么第三呢 是朱方宇 朱方宇主要负责市场营销和球员交易转会方面的事情 这对于朱方宇来说 是信手连来的事情 是非常熟悉的业务 相信朱方宇能够干好 那么松岳和龚小斌分责 分别负责大学生联赛和裁判业务 松岳呢 其实也是刚退役 目前三十多岁 其实跟大学生篮球也走得非常近 按照松岳的偶像气质 还有过往的经历 掌管大学生联赛应该问题不大 而龚小斌呢 在这个圈内就是非常牛的一个人物 他掌管裁判的业务 那将非常有利于CBA联赛的一个健康发展 毕竟龚小斌是那种刚正不阿 就是有一些教条 但是也不拘泥于固有的一些制度的 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所以呢 龚小斌我相信 如果担任掌管裁判业务的副主席的话 肯定能将CBA联赛 不仅仅是CBA联赛 所有国内联赛的一些裁判工作 做得非常好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是真的 因为这几个副主席 真的非常适合中国篮球的发展 好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